大排长龙 才下机的旅客 等着入境台湾 现在指挥中心宣布 边境两阶段解封 台湾国门大开 倒数计时 但毫无配套措施 也让外界质疑 根本还没准备好 所以我们一面看疫情的发展 一面去定定政策 那我想 我不知道是反复在哪里 配套其实蛮清楚的 那当然 我们写成文字的部分 大概都是大方向 操作里面很多问题 那我们整理之后 我们用QA的方式 跟大家呈现 换句话说 政策细项还没出炉 恢复免签 要不要取消电子围离 禁团令解除 那陆港澳旅客 能入境台湾吗 已经入境以后 确诊者7加息隔离措施 也没人知道 就怕社区疫情藏黑数 医疗量能连带受到影响 这些都是隐忧 塞出来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当然就会 就是说会对台湾的 这个医疗能量上面的护肝 病房以及 这个所谓的医疗能力要多少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要 稍微把它精准计算 疫情现在算是 VA.5正在进行当中 可国外都已经下 都已经趋缓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外的人入境到我们台湾 对我们台湾边境 就是社区传播所造成的影响 是相对是低的 确诊者以及确诊者 接触者的居隔政策 那这个都是 未来在十月份以后 会一步一步的去讨论 专家学者都建议 全面解封的配套措施 应该更详尽 毕竟当各国都走向开放 台湾晚了一步 没道理 毫无准备 至于观光局也说 团课出入境指引 早准备好了 但细节是什么 没人知道 想迎接全世界观光客 相关配套 一问三不知 全民补萨萨 无所适从 欢迎新闻 宋俊阳梓玉台北报道